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天,母亲突然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答应她会马上消失 我就拉着母亲的手 我哭着 妈妈,你别走 我拽住她的手,我来哭 我向她说说 妈妈,我对不起你 还是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啊 这是安慧的一个律师叫张红斌 向他母亲的忏悔 他对母亲干了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忏悔啊? 因为他在文革的时候啊,害死了他自己的亲生母亲 啊,真的呀,还有这事 是啊,那时候的张红斌只有16岁 他可是个狂热的红卫兵啊 他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有一天晚上呢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辩论 母亲方中谋说 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犯案 毛教东为什么要搞个人崇拜 那时的张红斌呢 被中共宣传灌到满脑子的革命思想 他马上写信举报他的母亲 并且要求枪毙他的母亲 结果啊 中共真的把他的母亲给枪毙了 哎,这是个悲剧啊 不过文革中的悲剧也太多了 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悔悟的呢 他呀,是在文革后 看到中共给张智新平凡的消息 才某然醒悟的 他觉得自己的母亲太无辜了 所以他痛悔不已 是啊,张智新在文革的时候遭遇非常惨烈 这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一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都在纪念张智新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容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著名反毛女士张智新的故事 在我的印象中啊 张智新很漂亮 有才气 是个才女 要不我们今天就讲张智新怎么样 啊 张智新呢 1930年12月5号 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有音乐背景的家庭里 张智新的父亲呢 是大学的音乐教师 她很有音乐素养 她的母亲郝玉芝 毕业于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校 也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张智新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呢 就是在这样一个艺术教育的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 张智新呢 上面有三个哥哥 下面有两个妹妹 哇 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啊 是啊 张智新的家庭贫困 兄弟姐妹这么多 一家子的人呢 经常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所以呢 张智新到了11岁的时候 才能够上天津达文小学读书 这么晚才上学啊 嗯 据说当时学校有个规定 成绩呢 如果在前三名的学生就可以得到优先待遇 张智新呢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不丹 就非常努力刻苦的学习 果然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就拿到了这个优先待遇 两年以后呢 他又考入了天津女子第一中学 他只上了两年的小学 就考上中学了 是啊 还有呢 在父母的影响下 他们的兄弟姐妹 从小就受到很好的艺术熏陶 特别是智新 智慧 智勤 他们三个姐妹 个个都会拉小提琴 而且还经常跟着父亲 参加音乐会演出 表演弦乐从咒等等 当时呢 他们在天津音乐界里 还挺有名气的呢 是吗 嗯 尤其张智新 他除了会拉小提琴以外 他还会六弦琴 而且呢 能跳好几种的民族舞 可以说呀 张智新是在各方面 都很完美的一个大家闺秀 更难得的是呢 他充满爱心 对谁都很好 非常的真诚 同学们对他的评价 也都非常的高 是吗 对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呢 你比如说 办一家兰英年 他在回忆张智新的时候 就这么说 他深沉真挚 对谁都很真诚 他的同学 刘慧珊也回忆说 他长得很美 而他的心灵更美 温婉 咸静 多才多艺 他心灵手巧 充满爱心 总是乍爽英姿 很挺拔 很利索 很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张智新的家庭虽然不富裕 但是他们很健康快乐 是啊 到了1950年呢 张智新中学毕业了 他考上了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 准备将来从事教育事业 这个时候呢 突然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了 这让张智新中断了学业 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是1950年6月25号吧 一个青藤大野的凌晨四点 新日成的军队突然超过三八线 侵略了韩国首都汉城 也就是现在的首尔 南韩紧急向联合国求救 两天以后呢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83号决议 谴责北韩的侵略 然后呢 就立即派出了15个国家组成的威和部队 开赴朝鲜半岛 啊 原来是朝鲜侵略韩国呀 是啊 9月15号凌晨 联合国维和部队 在美国迈克阿瑟将军指挥下 登陆了韩国仁川 包围了朝鲜军队 9月28号呢 重新夺回了汉城 把侵略军赶出了三八剑 接下来呢 就拿下了平壤 这真恐的今日成呢 紧急的向后台主子苏贡 斯大林和中共毛泽东求救 这跟张智新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了 因为年轻的张智新受到中共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蛊惑呀 这就让他放弃了学业加入了志愿军呢 这里啊 我要解释一下志愿军这个名词 志愿军呢 从字面上来讲 它是民间组织 而中共派出的是正规军 因为是援助侵略者 见不得人 毛泽东就用志愿军这个名字做幌字 是这样啊 对啊 事实上呢 美国解密材料显示 当年联合国 美国和其他盟国 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 他是很努力的要阻止这场战争的发生的 哦 是这样 那张智新在志愿军里干什么呢 他先是进入军事干部学校学习 哦 后来呢 因为部队急需俄语翻译 张智新呢 就被部队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俄语了 到了1952年 张智新因为成绩优异提前毕业了 于是呢 就被留校分配在俄语系资料室工作 这个时候呢 他就认识了人大哲学系的团委书记曾征 于是两个人呢 就开始谈起了恋爱 到了1955年10月1号的时候 他们就结婚了 他的人生道路挺顺的嘛 是啊 婚后不到两个月 张智新提出了申请加入了共产党 两年以后呢 也就是1957年 夫妻俩因为被中共任命为辽宁省委机关干部 所以呢 同时调去了沈阳 在沈阳 张智新生下了一儿一女 女儿呢 娶名叫曾玲玲 儿子娶名叫曾彤彤 这段时光呀 应该说是张智新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了 这时候的他呢 就像被涮天眷顾了一样 过得非常的幸福美满 是啊 可以说他前途无量啊 可是他为什么要反毛呢 你知道啊 1957年以后 发生了大鸣大放 拧蛇出洞 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 张智新的生活和他身边的一切 都因为这些政治运动的发生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怎么了 他们家出事了 文革暴化以后呢 张智新的大哥被打得身体残疾 二哥呢 成了右派 三哥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张智新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他亲眼目睹学校里的教授啊 学生啊 相继 蒙冤 遭难 他所在的省委机关 分裂了 好多家庭 一家人变得势不两立 群众之间残忍的逗来逗去的 用大字报和刚一喇叭对骂 那时候的人呢 都失去理智了 接下来呀 就更疯狂了 人们互相扔石头 共棒对打 后来还发展到步枪 机枪 连坦克车都开上了大街了 直接升级到武斗了 有一次呢 市里爆发了上万人的暴力冲突 还死了好多无辜的青年呢 这么乱 还不出去躲一躲 躲啊 他们一家人就躲到天津姨妈家去了 可是天津也是大规模的武斗 他呢 就从天津跑到北京哥哥妹妹那里去 那北京的情况怎么样呢 北京也好不到哪去呀 有一天呢 他哥哥回家 张志兴看到哥哥衣服被撕破了 于是呢 就找出针线来帮哥哥缝补 一看衣服上也有血迹 这才注意到哥哥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了 他哥哥怎么了 他哥哥哭着跟张志兴 说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原来呀 哥哥买了一个相框 准备要消毛的相片 但是呢 因为镜宽太小了 装不下 于是哥哥就把相片四周剪掉了一条边 就是因为这个呀 被冠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 遭到了一顿毒打 结果给打成了残废 真是太可怕了 这头哥哥刚说完 妹妹志兴也哭起来了 他妹妹又怎么了 志兴呀 在乐团里工作 因为他小提琴拉得太好了 所以呢 就遭到了批判 说他是黑尖子 提琴匠 什么为风之修唱葬歌等等 哦 张志兴听了哥哥妹妹的遭遇呀 心里非常的难过 于是他就跑到北京的街头 他看到了大街小巷 到处贴满了传单 就连六七十岁的老人 都被戴上高帽子 挂上大牌子游街 可以说呀 是受尽的侮辱 当时很多人都被揪斗 就连朱德贺龙 陈毅这些中共高官 也都没有能幸免 太恐怖了 张志兴亲眼看到了 整个社会的动荡 人民活在仇恨苦难中 痛苦不堪 他发现党内存在的残酷的斗争 于是他就对毛产生了怀疑 张志兴目睹了文革的残暴 他开始了自己的思索 那么在未来的文革运动中 他的命运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 著名反毛女士 张志兴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 张志兴的人生故事 暂时为您介绍到这里 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张志兴的故事 欢迎到时收听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呢 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意见 请您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上的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